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兄弟姊妹 请问吃饱吗? 吃饱了没有? 根据专家的研究 吃饱的人 情绪会比较好 如果你还没有吃饱的话 请你在头脑里面放一幅图画 就是等一下讲完 你就要去吃了 那这样你就会带着期待的心 等一下去吃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很好的情绪 在听的时候 时间越来越久 你的情绪就越来越好 因为没有多久就要吃饭了 今天的主题叫做控制情绪 掌握人生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多少人 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脾气不错 我自认为自己算一个蛮温柔的人 请举手一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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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所以大家脾气都不太好 是吗 都脾气不太好 那今天来 看看能不能今天听完之后 回去以后脾气变得好一点 那另外啊 还有一个问题啊 请问你觉得 你现在所过的生活 我现在每一天所过的生活 我的工作 我的家庭 我的人际关系 我的身体状况 我觉得现在可以这样讲 我正在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 请问这样子的人请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我们为举手的人拍手一下好吗 但是拍手的人 你不觉得你很不甘愿吗 为什么别人过得很快乐 然后我们要帮他拍手呢 那为什么我们过得不快 不太快乐 然后呢 没有人对我们说 没有人为我们say something 我想哦 其实很早很早的哲学家 就已经提出一个非常要紧的课题 他就在思想一件事 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人活着到底在追求什么 华人的祖先告诉我们 民以实为天 吃饭红地大 所以吃饭的时候就像皇帝一样 因为皇帝也要吃 我们也要吃 所以呢 从小到大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一直到我们 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祖父母 他们是为了吃饭而生活的 我们的父母亲 也是为了吃饭而生活的 你今天所读的专业 可能你不太喜欢 但是父母亲叫你读 因为读了这个专业 将来怎么样 有饭可以吃 台湾的人很可怜 你知道我在护理系当老师 教的都是那些护理 将来要去做护理师 做护士的人 我曾经就问他们 你们真的热爱护理吗 你们真的以穿上那件白袍 叫做白衣天使为荣吗 真的以护理为你们一生的志业 然后愿意为他奉献牺牲 到死都不会后悔的请举手 一般五六十个人没有三个人举手 我说不然你们是怎么样 他说被逼的啦 不得已的啦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年他们填物理系 要进来物理系 护理系是为什么 因为爸爸妈妈说 现在台湾景气越来越差 景气越来越差 大家钱越来越不好赚 钱如果赚得不好 情绪就会不好 情绪不好 身体就会生病 一生病就要到医院去打针 如果你念了护理系出来 会帮人家打针 你就没有饭吃 你就会有饭吃 你就不会没有饭吃 所以当别人没有饭吃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饭吃 所以要读护理系 请问这样推论有没有道理 有 这就是华人的爸爸妈妈 华人爸爸妈妈所追求的 就是我们要有饭吃 所以其实今天真的 我们每天都有饭吃 对不对 但是真的生活就过得快乐吗 不一定啊 我们发现现在很多人 每天过着很痛苦的日子 不然就是他可以笑 但是笑不出来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很奇妙 所有的动物里面 会动的东西里面 只有人会笑 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看过狗笑 当你不小心走在路上跌倒 你有没有看到旁边那只狗 就开始笑 不会的 你会看见旁边有个人笑 哈哈 平地楼咳死大地母 这个这句话听得懂吗 听不懂 这就不重要的话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路那么平啊 一只母猪走路还会摔死 他就说 万一你不小心跌倒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人会嘲笑你 那这狗呢 狗反而会跑到你的身边 来舔你一下 哎 狗可能比人还要仁慈啊 是不是 所有的动物 只有人会笑 可是不一定笑得出来 今天我们有的时候 笑的时候也言不由衷 因为只有皮笑肉不笑 也许今天 两个一个多小时的演讲 你可以来听 听完之后 很高兴笑一笑 从这个大门走出去 回到你家 看你还笑得出来吗 如果你还面带微笑 回到你家 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太太 笑什么 是不是笑啊 疯了 是不是疯了 所以其实很多的人 今天在这个世代 活得并不快乐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人生啊 就短短的几十年啊 人生就短短的几十年啊 有的人愁眉苦脸过一生啊 但是我们为什么 不快快乐乐过一生呢 曾经有一个人 跑到那个超商去买东西 然后他没有买到 supermarket 他没有买到他要的东西 他在结账的地方就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那个收钱的人就说 没有耶 我们这边没有东西 哈 你们这个店 怎么会没有这种东西呢 然后就开始 非常大声的责备 在那个地方complain 这个收钱的人就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这个店很小 所以你要的东西没有 你可以去什么地方买 他就是很生气 一直骂一直骂 一直骂 骂很久 然后就跑走 那我在后面 我在选我要的东西 当我要 当他走了之后 我自然而然 就把我的东西拿到那里 我就说 这个看看多少钱 他马上面带微笑 你好 然后马上就 请问多少钱 告诉我 我钱给他 他钱找我 我就问他 刚才那个人 无理取闹 我在后面都听不下去 奇怪你怎么现在 还那么快乐 我觉得很讶异 因为刚刚那个人 对付了一个 非常麻烦的人 之后 应该 kimoji不一样 你知道吗 kimoji 日本人在讲kimoji 就是情绪 我们的情绪应该很大 然后呢 真倒霉 早上来上班 就遇到一个疯子 真是的 情绪 马上不好 后来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情绪 转变得那么快 他跟我讲一句话 让我想很久 他说 今天早上 我出门的时候 我决定要让我自己很快乐 所以我决定 今天我不被任何一个人 影响 我快乐的心情 我就说 好 厉害 他马上快快 然后我当我称赞他完之后 他有面带微笑 欢迎以后再来 我当然会再去咯 对不对 我情绪不好 看到他 我情绪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今天晚上要求大家 决定让自己 今天晚上很快乐 好不好 好 决定让自己 今天晚上很快乐 如果我讲的不好 你还是要快乐 知道吗 讲的不好 你还是要快乐啊 讲的不好 回去 今天你们要交多少钱啊 十块 哎呀 十块 十块吃鸡饭啊 吃四碗耶 对不对 十块 可以做很多事耶 来这边听这场演讲 哎呀 被骗了 被骗了 当你这样子 你这场演讲就白听了 如果你今天听完 觉得不好听 觉得很不好 很不有趣 而且也没有得到太大的收获 但是出去 你还是很快乐 那今天就成功了 情绪管理啊 让自己快乐啊 是让我自己 不管面对什么样子的环境 我都会很快乐 很多人追求不到快乐 是因为他有很奇奇怪怪的欲望 当欲望没有得到满足 他就不快乐 有很多人他希望赚很多的钱 钱赚的不够 他不快乐 有的人希望能够娶很漂亮的太太 但是漂亮的人都不会爱上他 所以勉为其难 只好日行一散 去娶一个 不一定很漂亮的 但是每天在家里 我一看你就讨厌 再见你更伤心 看到外面的小姐 哇 每个都长得很漂亮 他也不会快乐 他希望他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儿童 但是呢 人家的小孩不笨 我们家的小孩怎么很笨 这个时候 他也不会快乐 他希望住很大的房子 可是他们家的房子非常的小 他也不快乐 其实一个人说不快乐 他可以找十个理由 找五十个理由 找一百个理由 让自己不快乐 可是如果呢 我们决定要很快乐 你可以发现 当有些人他非常贫穷 他还是笑得出来 有些人他功课不好 房子住的小 车子很很旧 他仍然笑得出来 所以啊 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要了解 到底快乐的泉源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控制情绪 情绪是一个非理性的东西 如果是理性的东西 叫做一加一等于二 懂吗 好 那如果是非理性的东西 当你送一样东西给一个人 很有可能他根本 你原本以为 他会很快乐 结果他头转过去 他根本不理你 昨天两个人很好 今天他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什么是理性的东西 理性的东西就是物理 这个麦克风 只要功能正常 而且有电 他就会有声音 如果突然之间没有声音 It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找一下哪里出问题 插头松了 插好就有声音了 有一个input 就有一个output 对不对 output的出来 没有东西 feedback 没有feedback 我们就去检查 throughput过程 有没有出问题 没有出问题 就OK 可是问题是 这些东西是机器 这个东西是工厂 是一些物品 可是人不一样 人是活生生的人 人是血淋淋的人 懂吗 我们是活生生跟血淋淋的个体 所以有些女人 每个月到了固定的日子 她的情绪就不太好 有理由吗 没有理由 这个时候男人怎么办 碰到这种女人 你能说 算你倒霉 所以你碰上了 不 如果你聪明 你就不要去问 奇怪 好端端的 昨天晚上我们也没吵架 为什么今天你的情绪不好 如果你明白 原来女人 有些人 每个月固定的日子 情绪会不好 看到她情绪不好 你就闪 就对了 到旁边去 那就对了 你晓得 这个不是用道理 可以说明白的 人死了不能复生 当我们碰到 有我们挚爱的亲人 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知不知道 人死了不能复生 知道 我们知不知道 他已经离开世界了 知道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应该继续往前面活下去 知道 通通知道 我们知不知道 一直流泪 一直流泪 一点用都没有 知道 但是做得到吗 就是做不到 是不是 所以啊 其实 当我们要思考情绪的时候 那个情绪是非理性的 因为非理性 你就不能用理性的角度 去解决它 因此呢 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 到底情绪是一个什么东西 情绪管理 叫做EQ EQ 叫做情绪管理 但是呢 当我们谈到EQ这两个字的时候 到底你知不知道EQ在讲什么 如果你今天听完演讲 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到底EQ在讲些什么 EQ啊 有五个很重要的主题 要让我们一起来想 第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 EQ啊 这个情绪管理 第一个要认识自己的情绪 请问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情绪如何 要认识自己的个性 是什么样的个性 我是一个很容易暴躁生气的人 或是一个我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 我是一个外向的人 或者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我在什么状况之下 我会觉得害羞 在什么状况之下 我会觉得恐惧 在什么状况之下 我会觉得很快乐 或者是很生气 到底我喜欢什么 我讨厌什么 请问你知道吗 很多人并不认识自己 所以他会把自己放在一个 会让他很生气的地方 他会把自己摆在一个 会让他很恐惧的地方 所以因为不认识自己 所以常常自己的情绪就会失控 你不认识自己 你是一个外向的人 你找的工作却是坐在办公室里面 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你却要出去做sales 请问你的生活会快乐吗 一点都不会快乐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界限 请注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界限 有些人你可以跟他开玩笑 有些人你不要跟他开玩笑 所以你必须晓得自己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东西 叫做智慧 智慧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帮助我们一旦认识了自己 我们就会知道 好这个地方我不喜欢去 这个地方去我会紧张 这个地方去我会难过 有些女生是非常非常内向 他不喜欢跟他的先生去外面应酬 因为全场只有他认识他先生 其他的人他都不认识 那如果是这样 我会教导那个丈夫说 你就不要让太太跟着你去应酬 因为在那个场合里面 你一下遇到这个人 跟他喝杯酒 一下遇到那个人 跟他喝杯茶 聊得很快乐 可是你的太太却在旁边 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因为呢 他不适合到那里去 可是有些人他自己不知道啊 自己不知道 他以为到那里去也没有问题 去到那里 他自己很紧张 所以呢 你认识自己吗 你认识了解自己吗 了不了解自己的情绪 会在什么情况之下很快乐 或什么情况之下不快乐 第二个 除了了解之外 就要管理自己的情绪 这个管理自己的情绪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遇到一个很会让 可能让我生气的场面 但是我发现 我实在很生气 但是一旦生气下去 就破坏全局 一旦生气下去 就破坏全局 所以我就要忍住 忍住 让我自己不生气 遇到一件事情 会让我非常的冲动 但是你冲动下去 你会做错误的决定 那就要让自己冷静 冷静 要让自己稍安物照 顾全大局 怎么样可以表示自己真实的感受 又能够让对方不觉得很突兀 这就是要掌控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这一步是最难最难的 常常我们很多人 好家人有一句话说 糟糕的人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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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就是有人一逗你 你就马上跳了 别人马上有input下去 你马上就立刻就反应 很多人是如此 所以今天一出门 一踩踩到狗屎 哎呀怎么会这样 他就气得要死 知道吗 进到办公室 看见同事的工作 没有做好放在那里 你就气得要死 这是谁的工作 昨天为什么没有做好 有些人一整天都在发脾气 我敢保证 这种人 他的人际关系一定不太好 掌控好自己的情绪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一个人快乐不快乐 不是只有自己哦 还要看看你到四周围去 你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如果你是受欢迎的人 大家看到你立刻就有笑容 你受欢迎的人 大家喜欢跟你在一起 因为人性就是有一种软弱 人性有一种特性 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我跟他在一起 我很快乐 我就喜欢跟他在一起 如果另外这个人呢 我跟他在一起 我就觉得心情很不好 我就不喜欢跟那种人在一起 跟这个人聊天 我会很快乐 我就喜欢找他聊天 跟这个人聊天 很无聊 想睡觉 我就不喜欢跟他去 所以这就是人 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 能够掌控好自己情绪的人 我们不会翻脸像翻书一样 即使呢 我听到一句话 你讽刺我 吃我狗狗 讽刺我 你就明明知道我胖 还要故意在我面前讲那个胖字 真是的 太不讲究情绪了 你本来想要发作的 可是你一发作就证明你自己很胖 对不对 那就不要发作 你不要发作 这很重要 这个叫管理自己的情绪 管理好 该生气的时候生气 不该生气的时候不要生气 该快乐的时候快乐 不该快乐的时候不要快乐 成绩单一发下来 你的成绩很好 你旁边有一个人成绩不好 请问你要做什么反应 哇 快乐的不得了 哇 我分数那么高 真是太棒了 感谢上帝 对不对 那旁边的人呢 看到那个成绩 哎呀 欲哭无泪 请问这种人 他情绪表达的适度或不适度 不是说不能快乐 而是先把你的快乐收起来 当别人有情绪不好 有患难的时候呢 站在别人的立场 替他帮他拍拍肩膀 没有关系啦 没有关系啦 那他说你怎么样 我也还好啦 没有比你好多少啦 没关系啦 然后呢 就鼓励他一下 等他走了之后 你在你在丢高 哎 时间还够啊 你要快乐 永远不用怕没有时间 可是呢 我们常常眼中只有自己 对不对 你眼中只有自己 这是一个人不快乐的原因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当你跟一大堆人去照相 照完相 那张相片拿来 请问你第一个看谁 哇 这张相片照得好差哦 为什么 因为看镜中的自己是这样 眼睛都闭起来了 对不对 哇 这张相片照得真好 因为你笑得很灿烂 不是吗 对不对 眼睛都只有自己 所以这张相片照得好 照得不好 就是有看相片的人 看到自己照得好 这张相片就好 照得不好 相片就不好 所以我们眼睛都只有自己啊 不一定我们会成为 受欢迎的人 可是如果我们会去想到别人 可能就比较好 所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很生气 不要立刻表示 找到适当的时间 再生气 你有意见要表达 现在不是表达意见的场所 等到 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再表达意见 这种人我们就会觉得 他是一个成熟的人 什么样的人 是成熟的人 就是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 管理得很好的人 这个人可能二十岁而已 你会发现 有些四十岁的人 很不成熟啊 对不对 难怪都没有老婆可以娶 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可是有些人 二十岁 二十一二岁 他就很成熟 处理事情 很成熟 面对问题 很冷静 压力排山 倒海过来 他循序渐进 一样一样解决掉 可是四十岁的人呢 不一定很成熟 你如果遇到一个 不成熟的老板 一有问题 一有风吹草动 他就马上就行动 马上就反应 那这是这种老板 你如果有这种老板 算你倒霉 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人 那就不一样 所以我在 我在护理系当老师 教那些护士 然后我也常常到 医院里面去对医生 跟护理人员演讲 我就告诉他们 特别是一些护理长 护理长都从小护士 熬到最后 有些护理长真的是 那个很阿爸的 一有谁出问题 谁出问题 就立刻骂人 而且骂得不留情念 然后他们说 他们骂人是合理的 救人啊 可能你出的小小的问题 出的小小的状况 可能就赔上一个病人 宝贵的生命 对不对 对呀 在ICU里面 插了很多的管子 这个病人 在那边不能动 突然间醒过来 很难受 就把管子拔起来 他如果自己 就把管子拔起来 很可能他的生命 就受到威胁 不是吗 所以他们就规定 如果病人自己拔管子 那就要罚几百块 如果病人怎么样 护士就要罚几百块 所以很多的护理人员 在那边做工的时候 他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所以从上班的第一分钟 开始紧张 紧张到下班的最后一分钟 哇 你不觉得这种工作 好像随时随地 我要看好 否则这个人没命 还有我要罚钱 但是哦 越是紧张的人 越容易出状况 对不对 越紧张嘛 越容易出状况嘛 你能不能体会他的紧张呢 就像我们以前台湾 台湾以前跟中国关系不太好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蒋介石带了一大堆人来到台湾 然后毛泽东在中国 你晓得吗 紧张会出什么问题呢 紧张可能连命都没有啊 特别是台湾跟中国 大概几十年前在那边打仗 曾经打过仗 我老爸在金门当兵 他就亲耳亲 他就告诉我一件事 他说 他们那个班 九条好汉在一班 十个人一班 十个人一班 他们班就一个人 遭遇不测 为什么不测 很冤枉哦 因为为什么他们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就要呼口号 我爱中华 反攻大陆 解救同胞 不然就要怎么样 不然就喊一句叫做 效忠蒋总统 消灭毛泽东 你看要消灭毛泽东 要效忠蒋总统的 可是他们班上有一个人 他是有口级 你知道吗 很紧张了 效忠蒋总统 人家都效忠蒋总统完了 他还讲还没出来 然后消灭毛泽东 所以这个班长就把他叫出来 来你出来 你也一次 他被叫出来更紧张 非常紧张 全身发抖 最后终于喊出来 效忠毛泽东 消灭蒋总统 在金门喊效忠毛泽东 消灭蒋总统 我告诉你 后来他就 就被枪决死掉 当时紧张的状况就是这样 你看看 控制自己的情绪 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 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 第三个 很要紧的课题就是 除了你要认识自己的情绪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第三个课题啊 就是要激励自己的斗志 常常我们会人生有一些低潮 孙中山讲过一句话 人生不如意是怎么样 十之八九 十件事会有八九件 是不如意的事 有的时候工作不如意 有的时候感情的道路不如意 有的时候婚姆 有的时候婚姻生活不如意 有的时候婚姻生活不如意 对不对 原先以为找到 黑色都跑出来了 原来是黑马王子 哇 怎么办啊 很多少人在痛苦的婚姻中 每天以泪洗面 多少人在不如意的生活中间 他常常 哀声叹气 所以情绪管理要紧的是 我了解我自己 我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然后呢 我会管理我自己的情绪 接下来我就要激励我的斗志 让我自己离开低潮 迎向高潮 你自己在那边自怨自爱 一点益处都没有 你跌倒了 坐在那个地方 怨声叹气 哎呦 这边怎么有颗石头 害着我跌倒 请问对你的人生 又有什么益处呢 你今天思想通通放在 埋怨现状 你不可能对现状 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怎么样增强自己的动机 跟意愿 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情绪 放在一个很积极的频道上面 没有关系啦 跌倒就跌倒啦 没有关系啦 被骗就被骗啦 没有关系啦 失败就失败啦 对不对 最惨的状况就是这样啦 你知道吗 很多的人 一生 被三个字给害了 叫做不甘愿 你看看有没有 你想想看喔 不甘愿 在座的小姐 找到了先生 很快乐的结婚 她还在读书 你就辛辛苦苦的工作 供她读书 取得master学位 继续读 读到doctor 哎呦 你知道吗 doctor读完之后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她的是张先生 你叫张太太懂吗 她是张博士 你就叫张夫人 懂吗 太太跟夫人有没有差 有差 太太就是 是一般人都叫太太 可是叫夫人 那就表示你地位比较高 哇 你看我们的辛苦是有代价的 让她读完master 让她读完doctor 哇 在社会很有地位 结果出去外面演讲演讲完 被别人爱上了 有一天她就跟着别人去了 请问会不会不甘愿 我不甘愿 我不甘愿 那种不甘愿 就会让她一辈子 那个仇恨 深深的在她的头脑里面 不甘愿 假设你被骗了 真的被骗了 被骗了两千块 被骗了一千块 请问你会甘愿吗 不甘愿 真的不甘愿 然后你就气得要死 气得要死 气得要死 你已经被骗一千块了 结果你还在那边 气得要死 那个骗你一千块的人 现在吃香的喝辣的 快乐的不得了 你就更加不甘愿 懂吗 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要去骗人家的钱 你很快乐 你被人家骗 但是所以呢 怎么办 我既然已经被骗了 对不对 已经被骗了 钱要得回来吗 要不回来 我就让我自己 快乐一点 去吃一顿饭 二十块花下去 我被骗一百块 我被骗一千块 二十块三十块 吃下去 我要让我自己 吃得快快乐乐的 补偿一下 刚才 刚才被骗 非常不高兴 非常不快乐 让自己啊 马上就调整 懂吗 你要让自己调整 调整到一个 非常积极的频道上面 有的时候 你必须面对的是 你身体的劳累 有的时候 你面对的是 你情绪不好 我在台湾 有的时候上课 过去 每个礼拜一 我要从早上八点钟 上课上到晚上十点钟 早上四小时 下午四小时 晚上四小时 不是在同一间学校 在三间的学校 早上开一个小时的车 到第一间学校 上完课之后 再开一个半小时的车 到第二间学校 上完课之后 再开一个半小时的车 到第三间学校 有早餐可以吃吗 没有 有午餐可以吃吗 没有 有晚餐可以吃吗 没有 因为在车上嘛 你怎么吃 只有我一个人啊 是不是 所以我通常礼拜一早上 就到晚上十点多 十一点多 我才回到我的家 可是我问你 我早上去的时候 心情很好 第一节课上到第四节课 接下来到第二间学校 又上了四节课 我告诉你 又没有吃饭 身体又劳累 然后又遇到几个学生 很不乖 叫他写作业都不写 有没有 心情会不会不好 也说也会 然后晚上就到一间学校 然后就跟学生讲 对不起啊 算你们倒霉啊 我今天已经上了八节课了 我心情不好 所以等一下 上课 课本拿出来 随便念一念就好 可不可以这样 当然不行啊 他们这些晚上上课的人是 白天一整天在工作 然后晚上呢 抱着非常兴奋的心情 要在那个地方听课 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知识 没想到碰到一个老师 心情不太好的 算你们倒霉 好不好 可以吗 不行啊 我就要兴高采烈 再连续上四节课 然后十点多 拖着疲惫的身躯 真的非常疲惫 然后回到家 回到家 谁在那边等我 我可爱的太太在等我 回到家第一件事冲凉 第二件事可能要喝咖啡 可能要吃东西 我能不能跟我太太讲 太太今天我上了十二节课 都没有吃饭 情绪很不好 今天算你倒霉 不想跟你讲话 可不可以这样 哇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婚姻就破裂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要有非常高昂的情绪 来跟他怎么跟他 跟他分享 谈谈谈谈谈 有时候十点多一讲讲到一两点 然后我才睡觉 为什么要这样 要求让自己随时都有非常高昂的斗志 所以我太太就问我一句话 奇怪耶 你上一整天的课 你怎么都不会累 我说当然不会累咯 我在做一件我很快乐的事啊 我今天碰到不乖的学生 我说今天算我倒霉 碰到不乖的学生 没关系 forget it 我今天演讲讲不好 我回去 我会告诉我自己 我一年两三百场的演讲 我在各个地方讲都很成功 就今天在新山关怀讲失败了 没关系 我怎么那么懊恼呢 哎呀主主办单位把我从台湾请来 结果呢 还让大家买票 我想到哇 哇这么多人是买票来听的 然后我又讲的那么差 哎呀我今天一定很痛苦 我今天痛苦的话 明天还有三场 那我怎么办 如果今天真的讲的不好 等一下去吃宵夜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我自己 今天来的人算你们倒霉 然后调整好我的情绪 明天呢还有三场 懂吗还有三场 好早上一场 下午一场晚上一场 仍然讲的好 那明天来的人算他们运气好 对不对 你随时随地调整啊 不然我们很容易 很容易就因为小小的挫折 让我们的情绪就不好 小小的挫折 就让把把我们给打败的 你不要看清楚 你不要小看这种东西哦 因为当你小看这个 将来很有可能 你为一件小事情 你就被打败 第二件小事 又让你情绪不好 第三件小事 让你一蹶不振 最后很有可能就变成忧郁症 现在台湾忧郁症的人多的不得了 多的不得了 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碰到忧郁症的人 我们真是觉得 哎呀他才28岁啊 如果他能够活82岁啊 未来五十几年的岁月 他就在那个地方很忧郁 很痛苦的过一生 有的时候我真的想 人的一生没有太长的时间 既然没有太长的时间 我们就应该随时随地 让自己非常积极 所以呢 哎 情绪管理告诉我们第三个课题 叫做激励自己的斗志 让自己随时在一个很积极的频道上面 今天这个挫折来 我们马上处理好 忘记它 下一个挫折来 处理好忘记它 不断的让我们自己往前进 不断让自己往前进 开车的人就是这样 开车的人你必须不断的看前面 旁边出了个车祸 你瞄一下 不要被他影响 哦 路边有个小姐走得很漂亮 长得很漂亮走过去 看一下 不要被他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地方 有那个冰榔西施 你们知道吗 就穿的很清凉 对不对 所以我车子走过冰榔西施 要想非常非常小心哦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车会突然刹车 因为突然放慢速度 就来看旁边漂亮的小姐 他们穿的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要很小心 不小心在冰榔汤前面发生车祸 跟老婆怎么交代 你想想看哦 你跟她说是前面的人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血不清臭啦 讲不清楚 回家一定有一定皮在痒 所以不好交代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专心 看前面的车 不要看旁边的小姐 眼睛不要乱瞄 不要被旁边的东西影响 激励自己的斗志 随时往前面看 第四个课题叫做 认识别人的情绪 在座 如果有人 你是公司的小主管 或者是公司的中级主管 或者是你在家里面 你是爸爸 你是妈妈 你要非常小心一件事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去 真的去认识 就是常常跟你在一起的人 他们的情绪 有些人每次到了公司 他就很痛苦 有些人每次到了学校 就很痛苦 有些人他想到要回家 就很痛苦 我到台湾很多的小学 很多的中学去演讲 我常常问他们一件事 请问你们今天早上 离开你们的家 准备要来学校 你想到今天要来学校 在这个环境待一整天 你要在课室学习 你会碰到同学 会碰到老师 要学习新的知识 你只要想到要来学校 你就会很快乐的人 请举手 两三千个人 有的时候 没半个人举手 他们来到学校 他们觉得很痛苦 他们不喜欢来学校 因为来学校就要考试 来学校就要逼他们读书 来学校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然后我就问他们一件事 好 当你下课了 放学了 你会觉得 我想到要回家 哦 我想到要回家 我就很快乐 我就可以吹着口哨 欢欢喜喜 迫不及待回到那个家 请问你想到要回家 就很快乐的举手 有的时候更惨 你知道吗 没有半个人 为什么 回到家碰到老爸 碰到老妈 回到家好像回到一个冰箱 回到家老爸第一句话 有没有发考卷 成绩好不好 对不对 他一想到这种事情 他就觉得很痛苦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永远只关心他的成就 他考试考不好 好的或者是不好 成绩好或者是不好 他没有想过 你今天这个爸爸妈妈 从来不会问一个问题 你今天在学校过得快乐吗 你今天去在学校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快乐的事呢 或是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遇到让你难过的事呢 在座当父母亲的人 你曾经问过你的孩子说 你今天在学校过得快乐吗 你问过这句话的请举手 你看看 那其他的父母亲怎么办 下地狱好了 是不是 我们就常问考的几分 九十八分九十九分 然后呢 有些小朋友考到九十九分 妈妈问那一分跑到哪里去了 考了九十八分 你看就是你粗心大意 写二十遍 写三十遍 他没有被鼓励 反而被痛骂一顿 这些孩子 你认为他们回到家会快乐吗 我想不会快乐 今天你看看哦 为什么 其实今天老师不太晓得 这群同学他们的情绪如何 如果 所以我就 我去对老师演讲的时候 我就希望说 同学来学校很痛苦 但是希望你们可以做一个努力 就是当你们去上课的时候 同学们只要想到 老师要上课 某某老师要上课 他就很快乐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就很快乐 所以我到学校去上课 我的学生蛮快乐的哦 因为我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 要睡觉 OK 要吃饭 OK 但是呢 你要读别的书 读小说 读穷瑶 读古龙 读金庸 OK 你要玩手机的game OK 只是不要给我出声音 睡觉可以 不要打呼 你玩game可以 你不要跟旁边的人讲话 因为你讲话就会妨碍到我 所以呢 所以当我每次进到教室 就看到他们桌上 哇 瓶瓶罐罐一大堆 所有的粮食通通出动 因为他们 我知道他们想一边今天一边听课 然后一边慢慢吃 有没有慢慢喝 是不是 所以以后有讲座会的时候 可以在旁边卖那个 那个爆米花 有没有 玉米花啦 可口可乐啊 你就一边听 然后一边吃 一边喝 所以看到 他们看到我来上课 他们觉得很快乐 因为我不会骂他们 我不会骂他们 再怎么样 我都不会对他们 有任何的责备 所以呢 他们就晓得了 其实认识别人的情绪 非常非常的要紧 当你看到你的老公 非常抱着疲惫的身去回到家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情绪不太好 那你要不要去惹他 最好不要去惹他 对不对 这个时候他可能需要一杯茶 你就泡一杯茶给他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要什么东西 你就预备给他 你了解他的情绪 就不会在火上加油 就不会让他引爆 其实我们父母亲 不太能够了解孩子的情绪 或者是我们不太能够了解 我们的底下的那个员工的情绪 所以我曾经建议公司的主管啊 你为什么不让你office里面的人 来 礼拜一 你负责带点心 礼拜二 你负责带点心 礼拜三 你负责带点心 每个人 每个人每天都带不一样的点心 我告诉你喔 光是这么一件小动作 就会让一个人 今天要去上班的时候 今天不知道那个谁 又会带什么不一样的点心呢 对不对 他知道他到泰国去玩了 也许他明天 昨天回来 今天会带泰国的点心也不一定啊 就是有一个期待 虽然叫做小点心 可是让他去上班有一个期待 大家有期待呢 就会让他很快乐 所以怎么样去认识别人的情绪 非常非常的要紧 最后一个啊 叫做协调 协调别人的情绪 当你碰到一个人 非常的忧愁 非常的痛苦 你也觉得很痛苦 但是你想去帮助他 可是我们经常碰到的状况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 看到一个人情绪很不好 他很难过 我想去安慰他 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 这是很多人共同的困境 我作为一个牧师 作为一个老师 当我看到我的学生 或者看到教会的信徒 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很想去帮助他 可是在到之前 我心里面就很紧张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话 可以打开僵局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言语 可以真正安慰他的忧愁 碰到他说 不要哭了啦 你要勇敢的活下去啦 你碰到很懂 你懂我的意思吗 碰到这个男人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啦 就不用管他啦 如果他真的这样认为 这个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跟别的狐狸精走了 请问他会不会伤心 不会伤心嘛 可是他会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 很多人在教你怎么处理情绪 有台湾也有很有名的情绪管理专家 他们那些专家 他们那些专家就教你很多啊 老公在外面有狐狸精 有外遇了 怎么办 一出去就像搞丢一样 一回来就像剪刀一样 对不对 那有些太太就在家里气得要死 气得要死 那个专家就会告诉你 你必须放下 放下 放下 就叫大家一起来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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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会快乐快乐快乐 来大家一起做 快乐快乐快乐 骗笑 你知道吗 为什么 然后就告诉说 以后先生 出了门回来 Hello 欢迎回来家 对不对 然后你要吃什么啊 要喝什么啊 这个先生在外面有狐狸精呢 他抛开你门 他在外面呢 然后回到家 你还要 欢迎 搞错 然后在吃什么喝什么 先生走的时候 有空再来 这就是台湾的情绪管理专家 告诉你 你要放下 放下 你才会快乐快乐快乐 可是人的心是肉做的 不是吗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是吗 我们年轻 嫁给他到现在 头发渐渐斑白 然后他却在外面 有别的女人 请问感情感觉怎么样 哪那么简单啊 这不是叫一只狗 叫一只lucky come 他就come go 就go 不是这样啊 人是有感情的 因为人是有感情的 去协调彼此的 彼此的情绪 其实夫妻之间 非常重要 就在这个地方 夫妻之间 能够过着幸福快乐的 生活的关键 就在这里 当其中一方心情绪不好的时候 另一方 能够适时的帮助他 而不是在旁边不动 或者是 或者是你在那边火上加油 为他定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糟糕的现象 但是大部分的情绪不好 所以他情绪不好 所以我跟他讲话 你不要管我了 我是来安慰你呢 你讲那什么声音啊 你那是什么 你那个是什么声音 你那个是什么态度啊 两个人 接下来第二波的战争 接下来第三波的战争 其实怎么样 认识自己的情绪 管理自己的情绪 激励自己的斗志 认识别人的情绪 然后协调别人的情绪 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EQ 五大领域 然而 如果真的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期待 我们需要有两个很重要的步骤 第一个就是认识自己 第二个就是经营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不是一天就有办法做起来的 你可能要流许多的热血 才能让一个冰冷的心融化 懂吗 你可能要付出许多的爱 才能让一个完食点头 要付出人际关系的经营 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 所以呢 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们今天 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提出四个面向 让大家来学习 在台湾有一部电影非常轰动 叫做The Passion of Christ 有没有人看过 在马来西亚 听说最近有上演 好像就解禁了 本来我们是伊斯兰教的国家 在台湾呢 在台湾The Passion of Christ 造成轰动 那种轰动 是很多人第一次走进戏院里面 去看 他们都知道耶稣为人家钉上十字架 但是不晓得那么凄惨 看了之后就很感动 但是他们只认识 最后耶稣要上十字架 突然之间 耶稣在台湾变成Super Star 本来只有Christmas的时候 会很奇怪 我在台湾觉得很奇怪 台湾信耶稣的人 只有百分之三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不理耶稣 拜妈祖宝 你懂吗 但是每年三月二十三号 妈祖出生的时候 妈祖生的时候 全台湾也没有热烈在庆祝妈诞节 懂吗 妈诞节没有 妈祖的诞辰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耶稣出生 哇十一月底 百货公司的圣诞树就挂起来了 百货公司的圣诞灯就挂起来了 君勾杯喔君勾杯喔 哇怎么样 就马上百货公司里面都有了 教会吓一跳 速度比教会还要快 这些人都不信耶稣 然后还会写圣诞卡 祝你圣诞快乐 有没有搞错啊 人家耶稣生日你快乐什么啊 没有什么好快乐的 结果你也快乐 或者是一些那个电视播报人员 那个新闻播报人员 手上挂着念珠 明白是个佛教徒 最后他说祝大家耶诞快乐 有没有搞错啊 佛诞节他都不会祝大家佛诞快乐 所以台湾是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什么 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也这样 这边不信耶稣 但是圣诞节 Christmas是不是也很热烈 Christmas最热烈 你去看新加坡 资本主义越强的地方 Christmas 他变成一个global global的一个culture 所以在台湾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喔 耶稣好像只有每年12月25日 甚至你去问小朋友 圣诞节是谁的生日 他会告诉你 圣诞老公公 听了差一点要吐血 可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一演完之后 哇 耶稣开始变成 superstar 大家都重视他 很多的书 出版很久没有人买 叫做耶稣谈管理 耶稣谈情绪 这个在美国 已经有人 用耶稣 所讲的话 所做的事 来干嘛 来思考这些问题 可是在台湾呢 那个书 没有多少人买 哎呀 如果是佛陀就买了 耶稣就不买 突然之间 Passion of Christ 演完之后 哇 这种书都大卖 突然大家对耶稣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 特别是当耶稣那么凄惨 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底下的人全部都在嘲笑他 他的内心一定有 刚才我所讲的那个 叫做不甘愿 懂吗 为什么不甘愿 我才找了十二个学生 就被其中一个学生出卖 当然不甘愿 是不是 我找了这十二个学生 当我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十二个学生全部跑光 甘不甘愿 不甘愿 他没有罪 长官也说找不出有什么罪 他还是把他钉上十字架了 我告诉你喔 耶稣那个时候 心中一定有很大的挣扎 很大的痛苦 没有想到 他在十字架上还讲一句话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以前看这句话 听这句话 好像觉得什么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在那种场面 全身都是伤 然后被挂在上面的时候 还能够讲 赤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告诉你 这个叫做情绪管理的最高境界 你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敢保证从现在到进棺材那天为止 你一定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然后啊 我才想到他只有33岁 我已经38了 你知道吗 耶稣死 复活生天 五周年纪念 五周年耶 耶稣只是个33岁的少年 他就能够达到一个人 一个情绪管理的最高境界 我告诉你 他有很多的地方 很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 在座很多是基督徒 可能你已经认识耶稣 可是有些人不是 我何妨透过今天情绪管理 你来认识一下这个33岁的少年纪 33岁就莫须有被钉上十字架的 这个人 他到底 他人生有什么可以值得学习的 我告诉你 情绪管理与自我 认识自我 第一件要紧的是 认识自己 明白自己的使命跟人生的目标 请问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人生的使命跟目标 很多的人因为人生没有目标 所以遇到小小的挫折 就在陷到那里面去 他不知道往哪里走 你今天知道这个地方 你要来参加今天的讲座会 所以你车子无论如何怎么开 你知道你的目标在这里 对不对 沿路遇到这个地方 哎呀这个地方有一个鸡饭很好吃 这边有个鸭饭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 时间快到了还很好吃 赶快来 你就不受影响 因为你知道你的目标在这里 懂吗 即使呢 有没有人来到一半车胎爆了 有没有 如果你即使车胎爆了 赶快拿来修一修千金顶 在台湾我们都自己修千金顶起来 四个螺丝拿起来 备胎放上去在锁上 然后呢 就走了 走到哪里 走到我们的目标 一个人生没有目标的人 常常会遇到挫折 踢到铁板 就在那个地方停留不动 人生没有目标的人 不小心有一天 你被男朋友一抛弃 怎么样 你就在那个地方痛苦痛苦痛苦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从此之后 我不要再谈恋爱了 哎呀多么可 多么可怜 你就碰到一个坏东西 还有其他的好东西啊 你就把一杆子 把人家都打翻了 接下来有人对你示好 不要不要 有人帮你介绍 不要不要 你看看 你要有目标啊 所以圣经里面记载 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跑到 爸爸妈妈带他到圣殿去 到圣殿去敬拜上帝 当啊 敬拜上帝结束了 就回去了 他的妈妈 爸爸妈妈走了三天 突然发现他儿子不见了 这种妈妈爸爸也算是天才爸妈 走了三天才发现儿子不见 对不对 不过就这样记载咯 所以这个爸爸妈妈 就去很多小朋友那边找 真的都找不到 你们有没有看到耶稣 没有没有 大家都没有 沿路回去 再走了三天 发现耶稣在圣殿里面 跟一群白头发 跟白胡子的老公公 在那边讨论人生的真理 然后他马上告诉孩子说 孩子啊 你怎么做这种事呢 让我爸爸 我爸爸跟妈妈 两个人找你 找了三天耶 那耶稣对他讲了句话 他说 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也就是说耶稣这个孩子 他小时候他就知道 他是上帝的儿子 然后从基督教信仰的观点 耶稣是上帝的 他很小就知道了 十二岁就知道 所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 这是我父的殿 我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我的父亲 这是他的家 我应该在这里跟这群人 讨论人生的真理 父母亲觉得惊讶 哇这个孩子怎么讲这样的话 但是就把他放在心里面 其实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能懂什么啊 以色列人他们十二岁 叫做十二岁可以去圣殿 但是现在是十四岁 十四岁 当以色列人十四岁的时候 父母亲就会把孩子叫到跟前来 就问他一句话 你告诉我 Please give me a answer What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your life 在你人生中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孩子就会非常恭敬的说 The wisdo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life 智慧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 为什么 有了智慧你就了解自己 有了智慧你就知道自己是哪根葱 哪根蒜 有了智慧你就会了解自己有几两重 有了智慧人家说请坐请坐 你会说对不起那个位置太大 我的屁股太小 不能坐 对不对 有人说请坐请坐 哦这个位置太高 我坐上去会摔下来 不能坐不能坐 懂吗 不要人家公司请你去做总经理就去了 就把人家公司给搞垮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你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做 了解自己 以色列人非常清楚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敬畏耶和华 你心中有神 你就目中有人 有很多人心中无神 就目中无人 他就无法无天 横行霸道 懂吗 所以耶稣很年轻 十二岁 他就知道他人生的方向 现在我们的孩子 有没有办法这样 其实我们做父母亲 在座如果你做父母亲 你应该帮助你的孩子 在年轻的岁月里面 就慢慢能够找出他人生的方向 为什么 他只要知道人生的目标 他人生的方向 他不断遇到挫折 那些挫折 用博言话说 打挡手骨 电刀用 听得懂吗 你的骨头打断了 断了对不对 然后呢把它接起来 那接起来的地方 那很多的物质下去 胶质下去 盖质下去 反而接起来的部分 是怎么样 更强壮的 下一次再碰 就不会断掉了 怕等 就当他遇到挫折之后 他的韧性就更强了 韧性就更强 所以呢 认识自己 明白自己的目标跟人生的方向 这是认识自己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你必须学习 克制自己的欲望 面对各种诱惑 坚持自己的原则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今天许许多多的人 我告诉你 我们都活在充满许多欲望的世界里面 请问你们有几张credit card 一定有人超过十张 你信不信 有没有 超过十张的举手 量你不敢举手 对不对 很多张啊 这张银行 这个银行打电话来 你就申请一张 那个银行打电话来 就申请一张 我告诉你在台湾我有朋友二十几张啊 为什么二十几张你知道吗 这个银行说 我们办卡 如果来申请的 送你游乐公司的游乐场的入场券 来送我们的 来办一张卡 就送这个送那个 我说他专门在办卡得赠品的你知道吗 所以他办完之后就放着 办完之后就放着 带子拿开两边 叙叙叙叙叙叙叙 二十几张 我说对你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但是呢一旦有人说要来办一张信用卡 就可以送什么东西 哎哟可以送什么东西 不去办太可惜 你懂我的意思吗 太多的诱惑 今天你如果受不了诱惑 很可能家庭会破裂 你如果受不了诱惑 很可能你会bank up 会破产 你受不了诱惑 可能到最后 我们的身心就受到很大的伤害 耶稣受洗以后 跑到旷野 魔鬼就来试探他 他四十天没有吃饭 四十天没有吃饭 所以四十天没有吃饭 不会死 你懂吗 所以耶稣四十天没有吃饭 我后来发现耶稣四十天没有吃饭 不会死 那我就试试看 我自己也四十天没有吃饭 懂吗 我的体重从八十三公斤 瘦到六十一公斤 所以在座你如果太胖了 自己觉得太胖 你就学我 我是学耶稣的 我下次可能来新山办 一毛钱都不用花的减肥 在讲座 到时候就不是收一百 不是收十块 要收五十块 然后你来 我来教你一套 怎么有办法减肥 可是耶稣四十天没有吃饭 饿得要死 魔鬼就来 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把石头变成饼干 耶稣就回答他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还要靠上帝的话 吃饱不一定能够让事情得到解决 吃饱不一定会快乐 你还要有心灵的滋润 你还要有你的丰富的心灵生活才行 还有第二个 你如果向我下拜的话 我就把世界万国的荣华富贵都给你 耶稣说不我不向你下拜 我只向上帝下拜 魔鬼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 你跳下去 你跳下去 人家就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跳下去从天而降 没有受伤 这是个神机 上帝 大家都知道你是上帝 不 我不要试探上帝 试探上帝 我跳下去看看 会怎么样 我告诉你 这三种都是人最要的 对不对 你希不希望在你生命中出现一个神机 你的先生突然脾气变得很好 你希不希望你身边出现一个神机 你的孩子功课突然变得很好 希不希望出现一个神机 你早上醒来突然住在苏丹的皇宫 当然不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一间那么漂亮的房子 我们多么期待有神机奇事发生 我们希不希望有荣华富贵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努力追求努力追求 希望我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好 我们希望希望的是我们的食 衣食住行 没有匮乏 这是我们要的 可是很多人为了要追求这些 不小心就堕入邪魔歪道里面 不小心为了要赚更多的钱 结果他把他自己所有的赔上 这个叫做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 在台湾有非常多的人在提款卡被骗了钱 一被骗骗五百万六百万 曾经有人被骗了三千多万 你晓得吗 恐怖不恐怖 非常恐怖 他只是为了想赚一点钱 香港什么公司 哇乖乖 哇你中了港币五十万 哇中了港币五十万 不过你要先加入我们的会员 要先五万过来 好五万就过去了 哎呀我们哪里这个又去 又去什么 又去帮你投资 哇你中了五百万 那你现在要一百万进来 他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 懂吗 我就说你们怎么那么笨啊 我中了五十万 好 那你帮我扣五万 寄我四十五万给我 那就好了嘛 可是他这么多人 当他知道说他赚了五十万的时候 他就好要五万块加入会员 对不对 我说五万块给你call就好了嘛 他就电话就挂了 你懂吗 我也碰过啊 我的手机常常一出来 啊中了多少钱 有一次还中到一辆BMW 开玩笑 哇真的 所以哦 为什么你不懂得 节制自己的欲望 你想要得到更多东西 你反而会失去 第三个 我们要学习闹钟取静 找时间安静下来 不要让自己啊淹没在整个环境之中 你晓得吗 现代的人在自我的掌控上面 有一个很大的盲点 就是啊 静不下来 对不对 在家里面要不要开 一回到家 立刻开电视 年轻人立刻开电脑 电脑旁边还接speaker 等级很高的 一下子放下去MP3 一直放一直放音乐 不然电视打开 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静得下来吗 静不下来 好不容易坐上车 坐上车之后怎么样 立刻打开 哦 又第几频道 第几频道 音乐又来了 声音又来了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安静 你晓得吗 一个懂得安静的人 他的脾气一定比较好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是不懂得安静的 你整天看他最安静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倒在那边睡觉 那其他时候他静不下来 话很多 要不是讲给别人听 就是听别人讲 似乎我们的耳根子 没有办法得着清净 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曾经 当他医病啊 赶鬼啊 行了很多神迹 一大堆人要促拥他做王 结果他趁气一溜 溜掉了 跑到山上去 整夜祷告 整夜祷告 他知道我人生的方向去 是往那里走的 不是在这个地方被你们拥戴的 我不要被你们许许多多人的声音 许许多多的意见 来改变我人生的方向 你晓不晓得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一个很既定的方向之后 会因为一些事情就改变了 对我自己而言 有很多很多的诱惑 而这些诱惑呢 很容易会改变我的方向 我的老爸告诉我 最好做医生 医生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但是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料子 用台湾话讲 叫做鸟不是吃菜耶 就是猫不会吃屎 只有狗才会吃屎 如果我是猫我就不要去吃屎 为什么 知道自己是哪根葱 有人告诉我 说什么 说你适合去做律师 因为我口才不错 头脑清除 那做律师跟人家变变变变 辩论完了之后 大把钞票就进来了 所以律师都很有钱 那我就知道 我这个人是有良心的人 你要叫我把黑的变成白的 白的变成黑的 然后领人家钱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违背良心 违背真理 我告诉你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所以呢 为了我的良心 我就不去做律师 你听清楚哦 我没有说做律师的都是没良心的 你不要跟他们讲 我听了个演讲说做律师的都是没有良心的 不是哦 做律师也可以伸张正义啊 只是我会觉得有的时候 不得已也许要去把黑的辩论辩论弄成白的 很多人很多意见 很多人很多意见 但是你能不能清楚 我自己的目标方向在哪里 我的安静静得下来 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 我觉得我很荣耀 因为我每一天早上起来 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也安静祷告 沉淀一下 我好好安静 我想想看我今天一整天要做些什么事 我不让我自己一整天有时间是浪费的 该轻松的时候轻松 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该思考的时候思考 该写作的时候写作 我做一个专职的牧师 我在很多学校做兼任的老师 一个大学的教授 一个大学的教授 一个礼拜十节课 或是九节课 然后呢 我是一个 part time的assistant professor 因为是part time的 我就不受限制 我一个人一个礼拜 教三十节课 相当于三个full time的professor的分量 那我又做专任的牧师 教会的信徒一百多个人需要我去牧养 那么我等于是我一个人做四个人的工作 四个人的工作 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样 就把我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 不会 我告诉你不会 整理好 我做老师的时候 做最好的老师 做牧师的时候 做最好的牧师 回到家做最好的爸爸 也做最好的丈夫 这个明天下午的讲座 会跟各位男人好好分享一下 为什么 我每天很清楚 我有一段时间 我是安静的 我安静的想想看 我今天要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情 我的责任 我的任务是什么 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 让我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想想看 我今天做的好或不好 明天要见 我们要学习闹钟取静 找时间安静下来 不要让自己淹没在整个环境之中 你晓得吗 现代的人 在自我的掌控上面 有一个很大的盲点 就是啊 静不下来 静不下来 对不对 在家里面要不要开 一回到家 立刻开电视 年轻人 立刻开电脑 电脑旁边还接 Speaker 等级很高的 一下子放下去 MP3 一直放音乐 不然电视打开 就一直看 一直看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静得下来吗 静不下来 好不容易坐上车 坐上车之后 怎么样 立刻打开 又第几频道 第几频道 音乐又来了 声音又来了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安静 你晓得吗 一个懂得安静的人 他的脾气一定比较好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是不懂得安静的 你整天看他最安静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倒在那边睡觉 那其他时候他静不下来 话很多 要不是讲给别人听 就是听别人讲 似乎我们的耳根子 没有办法得着清静 圣经里面记载 耶稣曾经 当他医病啊 赶鬼啊 行了很多神迹 一大堆人要促勇他做王 结果他趁气一溜 溜掉了 跑到山上去 整夜祷告 整夜祷告 他知道我人生的方向去 是往那里走的 不是在这个地方被你们拥戴的 我不要被你们许许多多人的声音 许许多多的意见 来改变我人生的方向 你晓不晓得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一个很既定的方向之后 会因为一些事情就改变了 对我自己而言 有很多很多的诱惑 而这些诱惑呢 很容易会改变我的方向 我的老爸告诉我 最好做医生 医生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但是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料子 用台湾话讲 叫做鸟不是吃菜 就是猫不会吃屎 只有狗才会吃屎 如果我是猫 我就不要去吃屎 为什么知道自己是哪根充 有人告诉我说什么 说你适合去做律师 因为我口才不错 头脑清除 那做律师跟人家 辨论完了之后 大把钞票就进来了 所以律师都很有钱 那我就知道 我这个人是有良心的人 你要叫我把黑的变成白的 白的变成黑的 然后领人家钱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违背良心 违背真理 我告诉你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所以呢 为了我的良心 我就不去做律师 你听清楚哦 我没有说 做律师的都是没良心的哦 你不要跟他们讲 我听那个演讲说 做律师的都是没有良心的 不是哦 做律师也可以伸张正义啊 只是我会觉得 有的时候 不得已 也许要去把黑的 辩论辩论弄成白的 很多人很多意见 很多人很多意见 但是你能不能清楚 我自己的目标方向在哪里 我的安静静得下来 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 我觉得我很荣耀 因为我每一天早上起来 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也安静祷告 沉淀一下 我好好安静 我想想看 我今天一整天要做些什么事 我不让我自己一整天 有时间是浪费的 该轻松的时候轻松 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该思考的时候思考 该写作的时候写作 我做一个专职的牧师 我在很多学校做兼任的老师 一个大学的教授 一个大学的教授 一个礼拜 十节课 或是九节课 然后呢 我是一个 part time的assistant professor 因为是part time的 我就不受限制 我一个人一个礼拜 教三十节课 相当于三个full time的 professor 的分量 那我又做专任的牧师 那教会的信徒一百多个人 需要我去牧养 那么我等于是我一个人 做四个人的工作 四个人的工作 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样 就把我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 不会 我告诉你不会 整理好 我做老师的时候 做最好的老师 做牧师的时候 做最好的牧师 回到家做最好的爸爸 也做最好的丈夫 这个明天下午的讲座 会跟各位男人好好分享一下 为什么 我每天很清楚 我有一段时间 我是安静的 我安静地想想看 我今天要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情 我的责任 我的任务是什么 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 让我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想想看 我今天做得好或不好 明天要进行什么样的改变 静 各位 华人都很刮躁 华人常常静不下来 华人最喜欢一堆人在一起 就一直聊天一直聊天 告诉各位 今天回去好好安静 但是是头脑清楚的安静 不是打瞌睡的安静 第四个 难道你有很好的脾气的人 你就不生气吗 谁从来没有生过气的 不可能 大家都生过气 但是耶稣有没有生气 有 但是他发的是异怒 该生气的时候 他绝不含混 有一天他到教会 他到教堂去 看到教堂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贩卖东西 而贩卖的东西啊 都是跟献祭有关的 你自己带来献祭 上面都告诉你 这个不能 你要去买那边的才可以 这个叫做官商勾结 懂吗 你带了一只羊要来献祭 这只羊 有问题 你要到那边买才可以 我们已经帮你预备好了 你就再花大把钞票 去买另外一只羊来 这个叫做官商勾结 耶稣看到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就大叫一声 大叫一声 就像发狂的野兽一样 到里面去把所有的什么 桌子推掉 那个羊啊牛啊 通通把他放掉 游走全场啊 就像一头猛兽一样 没有人敢拿他怎么样 为什么 他说我的父的殿啊 是祷告的殿啊 你们竟然让他变成贼窝了 谁敢拿他怎么样 一股正气 好然正气 我告诉你 他很生气的 你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人在十字架上讲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在受到那么大的屈辱 那么大的不公平 甚至生命都要消失了 他还能够原谅别人 难道这种人会生气吗 啊 这是圣人 我们不可能像他一样 可是他也生气 该生气的时候 绝不要留情 懂我的意思吗 孩子是要管教的 我不信人本那一套 就是孩子你都不要 你都不要打 像我的孩子一定打的 不乖一号管教 不乖二号管教 不乖三号管教 还有四号管教 一号管教 就是口头劝勉 二号管教 画一个圆圈 在那边站半小时 三号管教 不能看卡通影片 四号管教 鞭形 打屁股 对不对 打完之后 他还得含着眼泪 谢谢爹地的管教 他还得谢谢我的管教哦 嘿嘿 我这个儿子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说爹地为什么管教你 你知道吗 因为爹地很爱我 对 没错 因为我很爱你 我才管教圣经上说的 凡上帝所爱的 他必管教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哦 要不要生气 该生气 他做的不对 你就应该生气 但是 不要随便乱生气 懂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今天 对我来讲 这是我流血流泪的功课 我从小被我老爸打到大的 我功课也不错 但是却被我老爸从小打到大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因为我的脾气非常暴躁 我老爸告诉我 我宁可我自己把你打死 我也不要让你有一天出去 被外面的流氓打死 因为我是大哥 大哥就好像皇帝一样 懂吗 我要做任何事情 我叫我弟弟做什么事 他必须立刻停止他的工作 去帮我做 我要喝一杯水 去帮我倒一杯水 他立刻把他的功课放下来 要去倒 不然我就拍桌子大骂 懂吗 嗯 仿佛我讲话 我弟弟就要在旁边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不合我的意思 我就发飙 吃饭的时候 这怎么那么难吃啊 大家都在吃 就是我在那边发怨言 我的东西找不到了 全家人就遭殃了 因为我就会大发雷 谁把我的东西拿走了 全家都知道 但是呢 一下子我就被我老爸叫去 毒打一顿 他说我要打 把你打到你的脾气变好 懂吗 今天你问我太太 结婚将近八年 我有没有对他讲过一句大声话 什么东西你给我拿过来啦 什么东西拿到了 从来没有 结婚八年 从来没有对我太太讲过一句大声话 在座的先生从来没对太太讲过一句大声话的举手一下 没有 懂吗 被打的有没有代价 有 但是我爸爸没有把我打好 是后来耶稣把我变好 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我今天我在台上有时候讲道很凶 演讲很快乐 讲会讲很多的笑话 我当牧师讲道是很凶的 但是下了台 我跟所有的人都是好朋友 没有跟任何人吵架 然后在那边大声讲话 但是这些人其实也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找我吵架 你一定会自取其辱 因为我在大学教逻辑 我的头脑绝对比你还好 你想找我吵架 你一定会蒙受许多的羞辱回去 信不信 一定输的 吵架没有赢过的 我没有输过 上了大学以后到现在没有输过 但是很少很少有机会跟人家吵架 我也不想跟人家吵架 讲两句话 让你自取其辱 你就走了 所以我们要 其实也是要适度的生气 我最近常常生气的 不是生气 就是说我会脾气不好的 就是面对我的儿子 要教导 一定要教导 管教他 来第五个 自我的重点 叫做开放自我 扩大自己的气度跟胸襟 Open your heart and free your mind 很多时候我们情绪不好 是因为我们的气量狭小 这个叫做小鼻子小眼睛 没有胸襟 目光如痘 看不出 看不到一个大的范围 你只看到自己小小的范围 你没有看见大的范围 你只看见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你没有看见大大的世界 这个叫见树不见灵 耶稣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耶稣的十二个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 有那个国家意识最浓厚的 也有那个国家意识最浅薄的 有那个最保守的 也有那个最开放的 有那个最有学问的 也有那个完全不适自的 来自那个很有钱的家族 跟很贫穷的家庭 通通有耶稣的十二个学生 什么人都有 他就接纳这所有的人 有些是在社会里面非常有地位的 还有是一个整个社会都看不起的人 这些通通做了耶稣的学生 你晓得吗 很有意思 当我去研究的时候 我有那么大的气度跟胸襟吗 我爱那些爱我的人 我想大概没有问题 那些平常就对我不怀好意的人 还要叫我去爱他去接纳他吗 这是很困难的 可是耶稣的气度非常开阔 当我们有一个很开阔的气度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被人的一件小事 来引发我们的生气 OK 所以各位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认识自己 明白自己的使命跟目标 这是第一个 克制自己的欲望 让自己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 守住自己的原则 这是第二个 你闹钟取静 寻找时间安静 不要让自己被整个环境给淹没 这是第三个 适度的生气 在适当的地方 对适当的人讲适当的话语 表达你的愤怒跟不满 这是第四个 最后一个就是开放自我 扩大自己的胸襟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五点 我告诉各位 我们已经迈向理想的情绪管理的第一步 但是接下来 接下来 第二个更大的功课 就是人际关系 你自己很好 可是你会常常在四周围碰到不可爱的人 那怎么办 一个人人际关系不好 他不可能快乐的 你到任何地方去 大家看到你都离你远远的 那么你不会快乐 可是呢 当你到任何地方去 大家看到你 哦 脆秋白秋 好高兴哦 你来了 我告诉你 哇 这真是 会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 所以怎么办啊 我觉得人际关系 是今天最大最大的一个困难点 情绪管理能力不好的人 人际关系就糟糕 自我认识比较清楚的人 人际关系就比较好 你晓得吗 我问你 你最讨厌什么样的朋友 你自己知道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如果一个人 他如果怎么样了 这个朋友就不要再做了 或者是我的朋友出现了这种状况 我会非常讨厌 你晓得吗 你不晓得 像我就晓得 我最讨厌人家骗我 你懂吗 可能你们也会 有没有 我最讨厌人家骗我 即使你讲的天花乱正 有一天让我知道是骗我 那你就改死了 因为我不喜欢被骗 我不喜欢被国家骗 我不喜欢被老师骗 我不喜欢被同学骗 我不喜欢被同学骗 我不喜欢被别人骗 因为我不骗别人 我不骗别人 我不骗别人 我不喜欢被人家骗 可是 我就慢慢慢慢去 从中间去克服说 一旦有人骗我 我能够去体会他的软弱 了解他的困境 还明白他的 他的不得已 万一被骗了 我也尽量让自己的心情 能够 能够 smooth下来 所以呢 面对人际关系 在这里我有几个重点 要跟大家提醒 第一个就是培养自己 拥有更多帮助别人的能力 我在社会工作系 Social Work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在那边当老师 我从大一教到大四的同学都有 Social Work 就是一种助人的专业 帮助别人 你要帮助别人 你空有热情 专业不足 可以吗 不行耶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我的手提电脑 像那种手提电脑故障了 我的档案 开机以后 档案叫不出来 哇 那才得了啊 我里面很多的资料 那我的有一个朋友说 这个我知道 我来帮你处理 好 你帮我处理 噔噔噔噔噔噔 搞到最后 连开机都开不了 哇 怎么办呢 只好送啊 送去找专业的 专业的维修的来处理 他说你的硬碟已经爆销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说我本来是开机之后 开机之后找不到资料 后来我请我个同学弄 他就怎么 他就变成没办法开机 他说哎呀 你那个开机找不到资料 你就应该赶快送过来啊 还有救啊 结果呢 他可能把你的参数给弄坏了 让你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些资料的鬼 通通给乱掉了 所以你现在要得 整个硬碟重新formate 我说什么意思 里面的资料 然后全部disappear 懂吗 全部没有啊 我被靠没了 你知道吗 我很庆幸当时没有自杀 不然对一个 所有的资料都放在里面的人 会不会自杀 会哦 告诉你 真的是这样 这就是说我从此知道 我要相信专业 空有热情 专业不足 forget it 对不对 我们很想帮助别人 没有受专业训练啊 我们没有足够帮助别人的能力 请问 如果你有足够帮助别人的能力 很多人有困难有需要来找你 你一去马上就解决 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会好 其实耶稣就有这种能力 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他常常 医病啊 赶鬼啊 行神机啊 去安慰人啊 等等 他有帮助别人的能力 这我觉得 对如果我要受欢迎 我要有好的人际关系 我就要足够的能力 好的能力 培养 这个是要培养的 努力的 让自己有更好的能力 这个时候帮助别人的能力 有越多 我们的人际关系就越好 第二个非常要紧 叫做减轻别人的压力 让别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 我刚到教会去做牧师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让我很痛苦 为什么 看到一群人在那边讲话讲话 我远远看 看他们好像讲得很快乐 结果我一走到他们面前 他们就安静 懂吗 然后或者是 有人的女儿要出嫁 儿子要娶媳妇 在那个地方 一桌一桌 对不对 我看到这一桌有一堆人在那里很快乐 我就在那边一坐 就坐下来了 想要跟大家聊聊天 没有多久 这个去厕所 没有多久 这个去厕所 后来都去厕所了 就没有回来了 是不是在厕所淹死了 后来才发现他们上完厕所 就跑去别桌去了 因为在过去以来 他们不太敢跟牧师坐在一起 后来才发现 原来我是和蔼可亲的人 现在我很自豪是 只有一堆人在那边 他们看到我来 牧师 你来坐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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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因为我在 他们觉得 他们会不会把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会 他们我们谈得那么快乐 牧师一来杀风景 当然不会 经过我几年的努力 他们会 剩下一个位置 不然的话 挪挪挪挪开一个位置 牧师 你来坐这里 还有呢 我当老师 学生看到老师都很害怕的 但是呢 我现在在学校上课 我每一次上台 我都会发现 我的桌子前面 有好几罐饮料 还有三明治 sandwich 还有一些东西 因为他们知道 我从我的家开一个小时的车子来 没有吃早餐 他们会对我很好 下了课 就聊天 聊得很快乐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觉得 我这个老师 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对不对 在座当老公的人 你要小心 有时候你在外面工作一整天 太太在家里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当你的车子一回来 他就开始紧张了 我老公回来了 对不对 本来你的儿子在客厅看电视 看得很快乐 听到爸爸回来 一下子 赶快电视关掉 进自己的房间 有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做爸爸的人 就要反省 明天再告诉你们 但是呢 问题是 问题是 今天我们常常 没有办法 让我们自己做一个 很easy的人 我觉得我们越easy 别人越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请我们特别注意 做一个 让别人跟我们在一起 他觉得很轻松 很轻松 期待在家庭里面 我们就做这样一个人 也许我不晓得 你现在的家庭 可能充满了一种紧张的气息在 也许 或者是你所工作的场所 因为某种缘故 有些人带给别人压力 所以有紧张的气息 盼望我们可以在那里 做一个Peacemaker Peacemaker成为一个 因为我们在 让所有紧张的气息 都缓和下来 但是很多人 Peacemaker没做成 做成什么 Troblemaker 本来大家幸福快乐 你自己 大家就做鸟寿散 这样是不好的 第三 第三 要经营好的人际关系 第三 叫做走向社会的弱势者 安慰身心的受创者 耶稣跟一些长大麻疯的人靠近 医治他们 耶稣跟一些被称为罪人的人在一起 你晓得吗 你晓得吗 当你的地位越高的时候 当你的地位越高的时候 其实那个高的地位 不是让我们拿来骄傲的 当你高的地位 能够帮助别人 高的能力能够帮助别人 不要在那个地方 以为自己很有地位 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你要运用这种方式去帮助别人 我在大学当老师 有一天有一个学生要结婚 要订婚 他希望我能够去参加 我说这样 他说老师你能不能代表我们的家族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对方的家族 那个男生的家族怎么样 男生的家族 哇地位好像蛮多的 蛮高的 他说他们的家族地位都很什么 都很轻 都不是很高 所以他就说 老师 因为我那时候年轻27岁而已 我27岁在大学当老师 他说老师 你来做我表哥 我说蛤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有一个表哥 是在大学当老师的话 那么他们家族就很有面子 对不对 我来说好 我觉得这个蛮刺激的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哎呀我自己忙得要死 我去你们家做表兄 不好玩 结果真的就去咯 真的去 就介绍介绍 这个是谁 这个是我表哥 是哪一个大学的教授 哇 对方就突然之间觉得 好像我们有点门当户对 你知道吗 所以当那个订婚结束之后呢 我就很大方的 去跟对 南方家族的一些人 平起平坐在那边讲 在那边讲 讲 所以让他们觉得什么 后来让女方这边很感动 那个很感动就是 哇 他们说老师 匆匆要跪下跪下来跟我拜 你知道吗 差点要跪下来跟我拜 你知道吗 我说没有没有 他们就请我 后来他们结婚一定要我去 当然了 订婚没 订婚去了结婚没去 就穿帮了嘛 所以结婚也要去 所以我很高兴 我是以老师的身份去 但是呢 当时到那个时候 是以彪兄的身份去 不管如何 当然是有点作假 不过可以帮助这个家庭 帮助这个家庭 在这种很世俗化的情况之下 至少让他们 让男方觉得女方也有人 是跟他们地位相等的 其实当我们地位越高的时候 就要非常的小心 不要以为都是别人要服侍我 而不是我去服侍他们 要亲近别人 其实你晓得吗 有一些人 他们不是每天在生病的 可是当他生病的时候 你去看他 就让他们永远感动 为什么病人很容易爱上护士 我在护理系当老师 我都要跟他们 你们小心啊 不要被病人爱上 不是说不要啦 而是说小心 因为病人会对那个 关心他的人 躺在床上 什么都不能动的时候 护士小姐对他好 他就爱上了 他就爱上他了 所以我要告诉 我就跟他们讲 病人的心里 当他孤单寂寞 躺在病床上 当他身心俱疲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谁对他好 他永远记得 我当牧师 我必须当有信徒 生病的时候 我就要去看他 有些人对我的 对我的印象不好 我上台上讲到 有时候有点凶 可是呢 当他生病的时候 我连续好几天去看他 让他非常感动 因为他儿子都没有去看他 而我去看他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 有一个弟兄 他就跟我讲说 牧师 我隔壁床那个 今天早上办出院回去 他出院就跟我们讲 去你们教会不错 说怎么样 你生病 我帮你算过 六十几个人来看你 六十几个 我儿子跟媳妇 就住在这个镇上 他们都没有来 还替他请了个看护 懂吗 替他请一个看护 二十四小时来照顾他 儿子女儿都没有来 只负责把他送来 还有来帮他办出院 他是 这个教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在教会里面的人 竟然六十几个 后来有一次 有一个姐妹 四十几岁的姐妹 她生病了 她开刀 我去看她 我说哇 哎呦不错哦 你住特等病房耶 一个人的房间耶 然后她怎么跟我讲 她说牧师因为我知道 这样会有很多人会来看我 我怕吵到别人 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的 申请自己一个人的房间 这个不是牧师的专利 因为我告诉大家说 一个人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生病 当他生病的那一刹那 他最需要有人去陪他 所以在座的 我告诉你 做媳妇的人啊 你的家公家婆 如果对你印象不好啊 如果对你的百般刁难啊 所以你今天回去就祷告让他生病啊 不是啦 不是这个意思 不能祷告让他生病啊 是有一天不小心他生病的时候 你就来到他的床前 不厌其烦的侍奉汤药 我敢保证 他对你的感觉一定完全改观 常常就是这种时刻 一个人身心受到创伤的时候 他不会三百六十五天都这样 但他最需要的时候我们介入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觉得我当一个老师 如果有学生没有来上课 我会 糟糕点老师就恐吓他 怎么没有来上课 他生病 真的生病吗 下个礼拜拿请假单来给我 拿医院证明给我 有的老师 有的同学就 赶快下个礼拜 拿来老师 真的生病吗 哇 好像一点人性都没有 我从来不会教人家这样做 所以当他下个礼拜没有来 这个礼拜没有来上课 下个礼拜来的时候 我就把他叫来 我就问他 你身体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那情况怎么样 我告诉你 曾经有一个同学 当我这样问他 眼泪就立刻流下来 因为他觉得 怎么可能有老师 会去关心他身体好不好 通常老师都是说 下个礼拜再没有来 学期末扣考 死当 懂吗 我觉得我只是把当牧师 对信徒的关怀拿来学校 去关心一下下同学 其实他们就很受感动 老师不是从上面去压他的 他生病 而老师会去关心他 你的病好一点了没有 走向社会的弱势者 安慰身心的受创者 有机会你就可以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第四个 了解人的需要 照个人的需要帮助人 其实今天做父母亲的人 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孩子 爱 可是你爱的方式 常常是孩子接收不到的 对不对 你很爱他 你就讲很多话 就很唠叨 结果他就很烦 他就离你远一点 是不是 我们越爱他 就把他逼出去了 你爱不爱自己的丈夫 爱 所以你的关心他 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各方面 他觉得压力很大 出去外面 终于碰到一个狐狸精 因为这个人他会觉得 我跟我太太在一起 压力很大 然后呢 跟外面这个女人在一起 我很轻松 懂吗 哇 你看看 你爱之是足以害之 你爱他没有用 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爱 所以今天很重要 我们想要爱吗 你要找他能够接受的 有些太太不喜欢浪漫的 先生买花回去 太太就说神经病啊 买什么花 对不对 那你买吃的东西回去 他很快乐喔 他是比较实际的 是不是 那如果这个太太是很浪漫的 你买吃的一堆回去 他会觉得你浪费钱 可是你买两朵花回去 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 每一个人的需求都不同 每一个人的需求都不同 所以今天我们要当一个什么 我们要当一个人际关系好的人 需要有这样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很有意思喔 有些人喔 有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跟耶稣客套一大堆啊 有一个人看到了 他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 哇 这个人不得了 这个人一定是 一定不得了 一定是特殊的人 他就跑来耶稣面前客套 哎呀 我们知道 你是从上帝那边派来的 你是 你行了很多很漂亮的神迹 如果没有上帝与你同战 你一定不能做 耶稣说 好说好说 客气客气 你过奖了 请坐请坐 没有 耶稣直接跟他讲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所以他想要知道 尼格蒂姆活了六十几岁 他很害怕 我一生所坚持的真理 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一生所追求的理想 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 有没有可能 我一生所走的方向 竟然是错误的 我一生认为最宝贵的东西 竟然是个垃圾 他有一个生命的恐惧 跟生命的疑惑 所以他跑来耶稣面前客套 耶稣说不用客套了 我告诉你 只要你born again 只要你重生 就能够进上帝的国 许多人来到耶稣面前 要的是 他眼睛要看见 得到看见 他大麻风想要得到捷径 耶稣就让他们得到捷径 耶稣明白每一个人的需要 那我觉得今天 我们的人际关系要好 就得去知道 我们世中为的人 每一个人 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而这些人肯告诉你吗 不一定 不一定 那怎么办 那你就要想办法 小孩子比较容易 当你带他去逛百货公司 他突然坐在地上了 不走了 那就表示 他前面的那个 那个玩具是他要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太太要什么呢 只要他到一个专柜 待久一点 看过去就算了 在那边待得很久 比较很久 最后放下来说 还是不要买好了 那做丈夫 你就感谢上帝 不要买 这个很贵 不要那么笨 懂吗 你就立刻 没关系 这个买下去 不常买 买下去没有问题 只要太太能够漂亮 怎么样价值 都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 如果是这样 先生你要知道 太太要这个 要这个 就满足他的需要吧 知道孩子要这个 满足他的需要 不是说每一件的需要 都要满足 你要根据他所需要的 去帮助他 有些人 他需要钱 这是你要知道 钱不能解决问题 懂吗 这个人吸毒 你给他钱吗 你给他钱 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你要知道 他真正的需要是 要把这个毒瘾给解除掉 那这样你就把他送到戒毒中心 晓得吗 我在台湾每个礼拜 都要到戒毒中心 去跟他们分享 我告诉他们 你们的真正的需要 不是钱去买毒品 是要把你内心的毒瘾 通通跟除掉 有些人是 好像他不再吸毒了 可是内心的瘾没有除掉 一离开 再注射下去 当场死亡 因为剂量太高 所以很可惜 四周围的人 不一定真正明白他们的需要 我们要去帮助他们 第五个叫做 有慈悲怜悯的心 不要任意为别人定罪 我们常常会把别人定罪 你晓得吗 定罪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去责备他 而且把他定在地上 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定罪就是以偏盖权 例如你今天看你老公把报纸丢在那里 然后你就跟他讲 你每次都乱丢 六个字 你猜杀伤力最强的是哪两个字 乱丢 乱丢 对他的事实是 事实上是他乱丢 懂吗 但是你讲那个乱丢 他不会在意 懂吗 他在意的是每次 我哪有每次 你不要 你不要乱讲 才丢两次 我才丢三次 但是你只要讲说 老公 不要乱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把他收好 对不对 可是你加一个每次都乱丢 好 这两个字 害死多少人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下子 全称肯定命题 盖下去 他永世不得超生 所以其实我们把别人定罪很简单 我们用一个全称命题放下去 每次 你怎么总是如此 拜托有一次不要乱丢好不好 你不管你怎么用什么话语 常常这是定罪的话 耶稣最津津让人乐道的一件事就是 以色列人他们对两性关系 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不能有婚外情 有婚外情 肩夫淫妇要被石头打死 有一次一群人 就抓着一个女人 她是 她是一个淫妇 她跟人家行淫的时候 在床上被人家逮到 那个男生怎么没有抓来 那个男生可能有点社会地位 大家不太敢碰她 然后就走了 然后这个女人就被抓到耶稣的面前 照我们的法律应该把她打死 对不对 要不要把她打死 耶稣讲了一句经典的话 她说 你们中间如果谁没有犯过罪 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她 圣经记载 所有的人本来石头都拿起来了 准备把她打死 最后一句话 通通把石头放下去了 她犯罪了 没错 难道我就没有罪吗 难道我就是清白的吗 以色列人的guilty是很强的 讲话讲不对 他们犯罪 这个事情不该做而做了 他们犯罪 这个事情应该做而没有做 他们也犯罪 所以他们的guilty 罪恶感是很强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自己犯罪 后来耶稣就问这个妇女说 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 她说没有 那我也不定你的罪 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晓得吗 当一个人 没有把她的工作做好的时候 很有可能她背后有很大的压力 我特别去在台湾的公司 对那些主管做教育训练的时候 我特别跟他们讲 你晓得吗 你的每一个员工 他们都有他们的家庭 女的员工有他们的孩子 也有他们的丈夫 可能还有婆婆公公需要照顾 男的员工有他们的妻子 有他们的家庭 所以今天你站在公司的立场 要求他们达到这个业绩 要求他们做好什么样的工作 一旦没有做好 就叫来面前痛骂一顿 公司聘请你 不是要给你饭吃 然后都赚不到钱的 公司不是要养一个废人的 你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我觉得很多主管都是这样在责备人 我就告诉他们 你晓得吗 他为什么没有把工作做好 因为他的孩子 离家出走三天都没有回来 如果换成你 你的情况可能变得更糟 你晓得吗 他的公公突然三天之前去世 他的婆婆又中风 你晓得吗 我们为什么不去体谅一个人 他可能犯错了 而犯错的背后是有一些独特的原因 一个人也许他现在有一些事情 是我们很生气的 可是做这件事情的背后 有他的苦衷 我们经常只是把看一个人的现前 没有去看他的苦衷 耶稣知道这个女人 明明你晓得 做这种事一定会 一定会被石头打死 可是你还会去做 可能这个女人的丈夫 常常毒打她 现在碰到一个男生很爱她 也许她的父母亲 是为了贪图她丈夫家的名利财富 才把她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 也许有很多的也许 总之他做了一件事 是社会所不容 但是耶稣悲天抿人 没有为他定罪 第六个 过两天就农历七月一日 对不对 七月一日敢不敢买房子 不敢 敢不敢买车子 不敢 敢不敢坐飞机到处跑 不敢 七月一日我要坐飞机回台湾 你们不敢 你们不敢 我不得不 我再等一个月 我就会咪笑 所以我一定要坐回去 为什么 诸事不宜 鬼门关大开 所有的华人 绝不敢轻举妄动 懂吗 因为这一个月 反正做尽所有的法事 是保我平安啊 但是第六我要告诉你 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动见叫做 重视人胜过各种禁忌 华人是一个活在各种禁忌的一个 一个一个生活圈里面 在座的女生 如果你怀孕 可不可以动剪刀 不行 动了剪刀孩子会吐唇 你怀孕可不可以随便搬动床 不行 你一穿到刷到当到换到 到那个床头母 你可能就会难缠 你可不可以拿重的东西 不行 因为会如何如何 生完孩子一个月 能不能洗头 不行 因为到时候就风湿感冒 一大堆问题就来了 哇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禁忌呀 犹太人有一个禁忌 是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做事 到现在为止 安息日他们不能做事 安息日就是礼拜六 所以感谢上帝 因为犹太人 我们礼拜六也不用工作 真的是这样啊 美国的银行都在犹太人手里啊 礼拜六关门 其他公司当然跟着关 否则没有银行的钱可以周转啊 所以很早很早 欧洲美国都是礼拜六就不工作的 礼拜六就不工作的 那礼拜天不工作 那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 基督教影响也是从犹太人来的 华人是365天每天都在工作 但是受了基督教影响 我们礼拜天可以不用工作 受了犹太人影响 我们礼拜六又不用工作 一天就怎么样 就工作五天就好了 我在想两百年以后 说不定就可以周休六日 然后呢只工作一天这样就好了 当然这个随便想啦 用想的比较快啦 犹太人他们是在安息日不能工作的 任何人安息日如果工作 要被石头打死啊 结果有一天耶稣啊 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一个人 那个人病了38年 大家就哇就责备耶稣 他说耶稣说他是他病了38年 那你们都没有人性吗 他不应该在安息日的时候 让他脱下一切的捆绑 其他所有的枷锁而得到自由吗 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 宁可违反禁忌 也照顾了这个人的需要 华人非常害怕冲撞禁忌 因此 如果有死人 我们就离他远一点 对不对 他们家外面就挂白布 然后你车子开了就咻 不要从那个巷子过去 免得你的车子会不干净 你走过去 你要小心回他家拿水喷一喷 免得你会沾染到他们家的晦气 可是家里有人去世 也许正需要是怎么样 有人去安慰他 关心他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华人很孝顺吗 我告诉你 在我们的乡下发生过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老太太 她去世了 她去世了 突然之间去世 怎么办 当然就放在他们家客厅 没有多久 儿子回来了 女儿回来了 媳妇回来了 还有呢 女婿也回来了 请他们来帮自己的老妈妈换衣服 华人的观念是 还没有死之前就要把衣服换好 对不对 换好然后移到客厅 她妈妈突然去世 所以她们不知道 措手不及 你晓得吗 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那些女婿都站在门外 根本不愿意进来 女儿只有一个 她也不敢动 两个媳妇 两个媳妇怎么样 也不敢换 然后两个儿子说 你们是女的你们去 结果她们都不敢 后来教会的姐妹 不用拎啦 出去出去出去 教会的姐妹来帮她换 她们怕 连自己的妈妈耶 自己的亲人耶 因为民间习俗说 还没死之前就把衣服穿好 在那边等她断气 而这个妈妈却是 死了以后她们才回来 我就看到那个女婿 跟女儿后来要回去的时候 那个女婿啊 拿那个树枝啊 沾那个水 懂吗 往自己身上甩甩甩甩甩 我说什么叫做华人讲究孝道 自己的岳母去世 她也害怕被冲撞 我觉得当人守了这个禁忌 就几乎没有人性 我觉得你今天除非能够超越这个禁忌 超越各种禁忌 真正去关心一个人 我觉得这才是 才是真正能够让得到人的心 第七个叫做 对付心中的冷漠 用热情化解仇恨 很多人的心是很冷漠的 看到路边有车祸 没关系啦 等一下警察就来处理了 没我们的事 现代的人越来越进步 现代的都市化越来越高 结果我们的心却 彼此的关照却越来越生疏 特别是像新加坡 新加坡是只有住主屋 对不对 大家都住得非常的高 很有可能一墙之隔 一墙之隔 我们是这一家 他们是那一家 就这个墙壁的这边 有一张床 我睡在这里 这个墙壁的另外一边 也有一张床 隔壁有一个人睡在这里 就在一墙之隔 好像那个墙只有这么大 就是几公分的距离 有一个人在这边睡了二十年 有另外一个人在那边睡了二十年 但是他们彼此不认识 因为他是从这边电梯下楼 他是从那边电梯下楼 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今天你所住的地方 你的邻居左邻右舍 请问怎么办 你有没有要去帮助别人呢 你愿不愿意在人有需要的时候 你去帮助他呢 冷漠不要不要 我们常常华人喜欢看热闹 看热闹 但是不愿意行动 这就让我想起 只要你不冷漠 就会有好运临到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次神学院的女生宿舍 发生火灾 有一个同学 她的电线走火 整个房间几乎都烧掉 还颇及其他的房间 那个时刻是礼拜六 你知道吗 我们当神学生 礼拜六都要到教会去 去开始实习 在女生宿舍人不多 男生宿舍留下的人也不多 我们这群人就立刻到里面去抢救 抢救 那些女生有男朋友的 男朋友电话一抠 不管在天涯海角 我就立刻回来 帮他们搬衣服 搬衣服 搬桌子 搬课本 搬一大堆东西 所以我就这样 从头看到我 我发现有一个女同学 的东西都在那边 没有人帮她整理 帮她收拾 因为她已经走了 她又没有男朋友 所以呢 只好放在那边 哎呀 怎么办 帮忙啊 帮忙啊 其他的人都忙自己的 她的 我就帮她收啊 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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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好 帮她把东西处理好 后来隔天回来了 哇 她非常感激我 后来变成我女朋友 现在变成我太太 你懂吗 哎呦 我告诉你 不要冷漠 懂吗 我哪里知道啊 可是我哪里知道 哪里知道会有 这么美好的结果 我那个时候如果冷漠 你们都不帮忙 帮忙啊 我要去做 其他的事 可是呢 当时事情做好 赶快去帮她 把东西处理好 她对我非常感激 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 她以前是这样讲说 刚进去的时候 看到我很讨厌 但是因为这件事 就改变了她的印象 后来呢 我们两个感情就不错 所以这是 这是对付心中的冷漠 用热情去化解仇恨 好 第八个啊 叫做 与悲伤者同悲伤 也安慰他们的悲伤 当耶稣看到有人 失去他们的亲人 耶稣就来到他们的身边 安慰他们 我作为一个牧师 经常有机会 跟一些即将失去亲人的人在一起 当有人得到了cancer 知道了 哇 我们就要开始 一趟漫长的人生之旅 当他知道cancer 到他离开世界 可能有一年的时间 可能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就开始一段历程 陪他走人生最后的旅程 陪他的家人共同面对这样的困境 甚至于最后送到ICU的时候 每天只有三个时间可以去看他 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看他 甚至于当半夜三点打一通电话 接了说 牧师啊 我爸爸要送回来 我爸爸要送回来了 赶快 好 我马上到 十分钟之后来到他的家 然后就到那个爸爸 已经奄奄一喜 我在旁边为他祷告唱诗歌 安慰他 然后呢 就在我的面前离开世界 这八年来 大概有十个人 是这个样子离开世界 处理好所有的伤势 还要回到这个家庭 来帮助这个家庭 度过一段 失去亲人的那种中空时期 前面那一段叫做临终关怀 后面那一段叫做悲伤辅导 这跟道士不一样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觉得我真是入错行 如果我当道士的话 他生病他家的事 等到死了 我再出马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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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完之后 錢拿了我就走人 我們牧师從頭到尾 但是一毛錢沒有拿 當親人離開了 我們幾乎要每天都去陪他 一起追思親人 然後呢 來面對現在的孤單 這個太太在一起 結婚四十多年突然不見了 對這個丈夫而言情何以堪 我們牧師要一步一步地陪伴她 甚至於一個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 當他幫助他重新走入人群 這個時候 我們才能夠真正放心下來 這就是教會 耶穌基督就是這樣 然而我們呢 也是如此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愛仇敵 赦免別人 耶穌說 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臉 連你的左臉轉過去讓他打 耶穌說 你要愛你的仇敵 你如果只愛那些對你好的人 有什麼可誇的呢 你要愛那些對你不好的人 他對你越不好 你越愛他 那就對了 可是做得到嗎 困難啊 耶穌講容易啊 結果自己 耶穌在實質教上說 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 我說我們華人最痛苦過的那一關 叫做不甘願 不是嗎 我們華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報仇嘛 不是嗎 對不對 這我常常在想 如果耶穌是華人的話 耶穌如果是華人 他在實質教上 他會講什麼話 啊 父啊替我報仇 底下的人一個都不要讓他跑掉 讓他們知道他們把我殺了 他們要付上代價 他們知道他們是錯的 然後就死了 懂嗎 這就是華人 懂嗎 你去看武俠小說 每一本都在報仇 不是嗎 每一本都是喔 幾乎都是喔 月黑風高的晚上 張家寶來了一群人 黑衣人就把他們全家殺光 剩下一個小孩 還有一個老仆人 對不對 然後後來這個小孩 跟老仆人就一直跑跑跑跑跑 最後又被黑衣人趕上把他們殺了 小孩子就掉到萬丈深淵 你猜會不會死 一定不會 他就遇到絕世高人 傳他武林絕學 然後二十年之後他就飛上來 帶著一把寶劍 就開始行走江湖 更要求的是他還長得很帥 有沒有 所有的女人看到都愛上他 他武功高強 開始找仇人一個一個殺 一個一個殺 一個一個殺 第一集殺到最後一集 然後最後一集呢 全部殺光了 他就來到父親的墳前 孩兒不孝 終於把仇都報了 對不對 報完仇之後 一轉身 面對夕陽帶著一鍋女人 然後就消失在夕陽之中 對不對 這就是武俠小說嘛 對不對 從頭到尾啊 就是報仇 如果再寫下一集呢 那些被他殺的人的孩子 怎麼樣 又開始長大了 對不對 長大之後接下來 他又跟這堆女人生了一大堆孩子 他們長大了 又來找他報仇 我們馬來西亞最懂得這個 對不對 你的祖先第一代來這邊很苦 不是嗎 他們多麼希望你們第二代的人 就不要再那麼苦 至少跟這邊的人平起平坐 到第三代的時候 就壓過他們 到第四代的時候 懂嗎 哇 就一大堆華人 一下子做拿督 一下子丹斯里 甚至於做到鈍 我們華人有沒有鈍的 蛤 有嗎 應該也有嘛 對不對 我做到這樣子 哇 這個號令天下 多麼的好 一步一步啊 這一代比上一代更好 這就是華人 其實喔 報仇 冤冤相報 何時了啊 其實我認為 最後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在人際關係的領域 在控制情緒的學問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EQ is forgiveness 饒恕 我們一定要學會饒恕的功課 你如果不學會饒恕的功課 從小到大 任何人在你身上加諸的傷害 都會讓你痛苦一輩子 每一個傷害就像一個鎖鏈 綁住你的脖子 時時刻刻每一個傷害 一條一條的鎖鏈 只要任何一條稍微動一下 你的命就沒有了 從小到大有沒有受過父母親給的傷害 我告訴你我有 我曾經睡覺睡到一半 被我老爸抓起來 他身高180公分 他是F4 那麼高對不對 生我變成F100 165而已 但是 所以那個時候 我更矮 那時候中學一年級13歲 我被他三個手指頭抓著 就這樣起來 腳在上 頭在下 打我的腳底 我半夜睡到一半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完了就一直哭一直哭 後來就睡著 後來我醒來之後我發現 哎呦我昨天做了一個噩夢 我夢見我被打 後來下床踩在地上 我才發現哎呦我的腳怎麼那麼痛 才知道原來不是夢 是真的被打 但是急著要去上學 那就去上學 回來之後 問我媽媽我才知道 原來我爸爸那天晚上去跟人家聊天 那聊天的過程中間 他那個朋友 有一個兒子 讀台灣最好的大學 有一個另外一個朋友 一個兒子 讀很好的高中 問問看 問說 你的兒子怎麼樣 他才讀中學一年級而已 成績那成績這樣這樣 哎呦不行喔 你兒子成績一年級就這麼差 以後呢 二年級三年級 或者是考不上好高中 就考不上好大學 考不上好大學 人生就毀了 我老爸突然覺得 他非常沒有面子 你懂嗎 我的成績有差到哪裡去嗎 我還競選模範生 你知道嗎 只是沒選上而已 只是我還有資格競選耶 我沒選上而已啊 結果呢 就被我老爸這樣打 就因為這樣被打 我告訴你 這個傷痕烙印在我的 我的心田裡面 多久的時間 我誠實告訴你 一直到最後我當了牧師 我才很深刻的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要學好這個 饒恕別人的功課 如果連我的爸爸都沒有辦法饒恕 我如何能夠站在講台上講道 那這個 這個傷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也被老師羞辱 懂嗎 我高中 高中人家讀三年 我讀四年耶 因為不及格就留級 我被老師怎麼羞辱你知道嗎 考數學 考的是邏輯 全班我最低二十三分 發發發發到最後一張我來了 他就給我丟在地上 我就從地上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他就抓著我的臉這樣 然後呢像捏面人 他講一句話 劉清泉喔 你怎麼那麼沒有邏輯頭腦 懂嗎 所以後來我到大學教邏輯的時候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去報仇 你懂嗎 我真的想回去報仇 告訴他 什麼叫做沒有邏輯頭腦 現在你爸在大學教邏輯 如果你是要怎樣 我真的是很想很想回去報仇 告訴他 我現在在大學教邏輯 你還只是在高中教數學而已 我叫你把我那句話收回去 吞回去 跟我道歉 懂嗎 想不想 很想 但是學習 饒術 饒術 我們過去的一生受到了太多的傷害 在座可能有人被你的先生傷害 有的人被你的父母親傷害 有的人曾經被老師傷害 被你的同事傷害 我告訴各位 我們如果不懂得 沒有真的盡心盡力學好饒術的功課 我們的一生沒有辦法從傷痕中間 得到修補得到安慰 饒術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饒術了那些害他的人 我告訴你 真正得到自由的是誰 是那個饒恕別人的人 當我們願意從我們的內心 饒恕其他人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我們已經達到了 情緒管理的巅峰 我們的人生 也真正可以告訴我們自己 我的一生已經了無遺憾 至少我沒有去虧欠人 是別人虧欠我 而別人對我的虧欠 我已經學習 饒恕他們 所以你曉得嗎 我從基督教信仰的立場來看 EQ最重要的兩件事 第一個是愛的功課 第二個就是饒恕的功課 好 愛的功課 懂得懂得愛 懂得饒恕 懂得饒恕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 最後我唸幾句 耶穌曾經說過的話 跟大家一起來勉勵 祂曾經這樣講 當你們在把禮物 獻在祭壇上的時候 若想起你們的弟兄 向你懷願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 先去向你的弟兄和好 然後來獻禮物 你們聽見有人說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只是我告訴你們 不要與惡人作對 有人打你的右臉 連左臉也轉過來讓他打 有人要告你 拿你的禮衣 連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 就同他走兩里路 有求你的就給他 有向你借貸的 不要推辭 你們聽見有話說 當愛你的臨舍 恨你的仇敵 只是我告訴你們 要愛你們的仇敵 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你們不要論斷人 免得你們被論斷 因為你們怎麼論斷人 也必怎麼樣被論斷 你們用什麼良器量給人 也必用什麼良器量給你們 為什麼看見你們弟兄的眼中 有刺 卻不想想自己的眼中有良目呢 所以無論任何事 你們願意人怎麼樣對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對待人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 你們的天賦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 你們的天賦也必不饒恕 你們的過犯 當我念完這些 我必須告訴各位 基督信仰給我們 至少對我而言 認為最能夠影響我生命的 就是愛的功課 跟饒恕的功課 所以我最後要跟大家介紹 基督教信仰的愛觀 可能聽過我演講的人 可能聽過我在台上講過 不過我想在座 大部分的人是沒有聽過的 所以我就來講一次 讓你們聽清楚 全世界講愛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基督教信仰的這一本聖經 全世界講愛 最重要的一個人 莫過於耶穌 對不對 所以你們幾年前 一定聽過一首歌 一個rap 叫做耶穌的 孔子的忠心思想是個人 人的表現是 子欲利而利人 己欲達而達人 己所不欲 他勿施於人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 耶穌的忠心思想是什麼 聽清楚 孔子的忠心思想是個人 人的表現是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達而達人 己所不欲 他勿施於人 耶穌的忠心思想是個愛 愛的表現是 用什麼良氣量給人 就怎樣量給你 要別人怎樣對待你 先怎樣對待人 若以愛為本體 表現在具體的行為上 凡逼迫你的要為他祷告 凡咒詛你的要為他祝福 若有人逼你走一里 就陪他走兩里 若有人向你要外衣 連內衣都給他 若有人打你的右臉 連昨天也讓他打 要愛你的父母 要愛你的兄弟 要愛你的仇敵 要愛你的上帝 愛是恆求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不自誇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雅 不喜歡不義 他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愛愛是永不止息 算了 盼望我們學好愛跟饒恕的功課 就能夠掌控自己的情緒 也能夠掌握我們自己的人生 謝謝大家